立法院昨天三讀通過了一項法律 叫做平均地權條例 你剛好聽過這些條例 你可能沒聽過 可是它對我們的影響可大了 平均地權條例就決定了你我 土地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規定 可是這一次修平均地權條例 本來是希望讓一般人跟建商一樣 擁有同樣的資訊 對 沒錯 結果沒想到沒有 對 主要是針對實價登入這一塊 實價登入我們知道是 2012年8月1號上路以來 事實上我們現在很多 我們小老婆已經在買房子的時候 就一定會去先看這個實價登入 所以的確它對於整個土地交易的 公平性或是透明性 有更加的明朗 但是很多人還是覺得說 還是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還是有一些有待改進的地方 所以大家都原本說 這一次的新修法的實價登入 是2.0的版本 結果後來大家發現到說 原本我們大家在意的東西 反而沒有出現 大家都覺得說 好像這一次的修法 是在玩假的打假球一樣 為什麼這樣說 事實上這次的實價登入的新的修法 這個交易的申報登入 這些修法重點 本來是行政院提出來的 對 沒錯 結果沒想到行政院提出來的重點 反而被民進黨團自己給打回家 是 沒錯 我們先來看 這個過去的登入是在賣方 那雖然是變成買賣雙方都要 就變成買賣雙方都要對不對 然後申報的時候 移轉到登記的時候 一併處理 簡化整個行政的流程 然後根據不實的給予這個罰款 大概3到15萬的這個罰款 這個也都OK 我們都贊成 但是下面3點沒有的時候 很多人會覺得說 怎麼會這個樣子 譬如說預售屋交易的話 在30天內登入 因為事實上我們現在很多人 還是在交易這個預售屋 預售屋的交易的過程裡面來說的話 我們必須這樣講 因為預售屋的交易裡面來說 其實有很多的 我們不能說亂象 它有很多過去的規則 很多規則的這個狀況裡面來說的話 尤其是很多建商 它可能有牽涉到有 譬如鳳欣買 我給你的折扣會不一樣 傑民來搞不好給你打對折 也不一定 另外一個就是門牌揭露 這一次就沒有成 就沒有成了 另外一個就是門牌揭露 因為我們過去只能夠找30間的區間 在什麼位置 你的這個房子在什麼位置 沒有辦法很確切的知道說 這一棟房子是誰的 30項1號到61號 對 沒錯 用30號 這中間裡面可能有公寓 有大樓 都不一樣 對 沒錯 沒有這樣的話 當然這個所謂的確定性就更少了 但是其實如果你要政府要說 我要保障這個 相關人的這個隱私財產權 你或許也可以這樣解釋 但是沒有這個的話 的確會讓我們在這個 知道這些訊息的時候 更加的不明朗 而且原本的是說 原本民進黨的計畫是說 要把這個門牌揭露 而且要回溯到過去的204萬筆 都要完全的揭露 但是現在是沒有 另外一個就是政府的 這個查核權入法 就是政府給他查核說 具體你到底這個 到底申報是真的還是假的 讓政府的這個 這個查核權這個入法 原本大家希望說 如果這打差都是變成鉤的時候 大家就說 那你這是2.0的版本 但是沒有 所以現在反而這個 時代力量或是國民黨團 就出來罵他 就是說你看 你2016年蔡英文提了 實際上登陸2.0的這個政策 修法為何不敢推動 當然很多人就說 那是因為建商的關係 因為我們都說建商在 歷次的選舉裡面 他們動員能力包括財力 或是人員的能力都很強 所以是不是 因為明年又要選舉了 所以會不會有這種壓力存在 那你看譬如說 黃國昌就直接批評 民進黨面對建商 財團的壓力 背棄承諾打假球 所以顯然這個政策的話 讓人家覺得說 沒有站在消費者這一邊 是站在財團的這一邊 難怪有很多 包括國民黨 或是這個時代力量 會出來批民進黨 是在玩假球 大權真的是打假球嗎 因為買預售屋 我們真的會覺得 我到底應該出什麼價 我真的不知道 政治的東西是大人的事 小弟不懂 但是問題 我覺得這個玩意兒 你搞不懂 你就是白癡 你怎麼講 第一個很簡單 剛才施工講這三個差 我們一個一個來解釋 預售屋這件事情 我就把四個字就可以解決掉 他為什麼拿掉 叫做配合石燈 觀眾朋友 你先去買房子 如果讓你殺到假 對不對 但是陳小姐 麻煩你配合石燈 什麼叫做 配合石燈 配合我把價格做高 實際上我賣你叫做60萬一瓶 但是麻煩你在登錄的時候 讓我登75 我配合你一起去騙其他人 不要講騙 就是說我們 方便一下 大家可以推 我也算你比較熱 對不對 但是你就配合我 因為隔壁賣的是這個價錢 對 好不好 OK 好 這國語這樣聽就懂了 不然傑民會生氣 對 我買比較貴 對 但你千萬不要告訴傑民 傑民是買78 真的是 OK 好 天啊 所以這件事情 那我們很多人當了冤大頭 都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大家你們覺得頭很大嗎 所以大家要很 好 這是第一個狀況 第二個它為什麼差 叫做門牌揭露 門牌揭露這個部分 我們國民大會 這個節目也有一些責任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不是常常提到說 蔡英英買哪裡 周杰倫買哪裡 江慧買哪裡 是不是 那我們怎麼知道的 報上寫的 報紙怎麼知道的 建商給的 對啊 好 OK 現在講說門牌揭露 你看這些藝人怎麼可以知道 我告訴你 中華民國只有我知道 陳鳳馨住哪裡 但我不能告訴你 好 不要說 我鄰居知道 鄰居知道 好 現在問題就 你的隱私要不要被保證 你看看 你看周杰倫不是人嗎 蔡英靈不是人嗎 江慧不是人嗎 他們的資訊怎麼可以被公開 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看門牌揭露 我們現在門牌還沒有揭露 大家都知道 如果門牌揭露的話 那還得了 你知道陳鳳馨住哪裡 門口就一堆粉絲等他揭露 這樣對他人身安全有問題 這是不是很堂而皇之的理由 對 那問題那個資訊誰說的 是建商告訴媒體的 好吧 難怪我們現在來看到揭露 但豪宅現在也出現了一些 拋售潮了 沒錯 其實這房價雖然看起來都穩 上半年成交到有增加 今天報紙很大的消息 上半年都增加 尤其高雄市增加好多 我先談一個建案在南港 它的名字聽起來 你就會覺得這個建案很特別 叫做日升月恆 天啊 你這房子跟 霸氣 對 多霸氣 而且你知道嗎 它就是東區翻轉門戶 最精華的土地 面積大 而且周圍的捷運什麼設備 都很方便 當然也都是四平八穩 而且你知道 這一間房子要價不便宜 在南港地區 它一個房子至少是1億以上出來的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建案很特別 因為是有名人入住 它三天之內完售 3天領先房子1億多 好了 但是問題是 現在開始賣了 你知道最多賠售人是多少 最高賠售是3700萬 但是其中我8戶已經賠到1000萬 總共16戶已經認賠殺出 為什麼 因為有名人入住 房子炒高 價格貴 所以投資客覺得有機會 有機可證 他們就衝進去 你知道投資客一進去 房價就更高 他早就已經偏離市場的價格 當然現在你要回歸市場價格 刷到價格就崩 那一崩的時候 投資客一看到苗頭不對 趕快殺出 所以最高是殺出了3700萬 好 我覺得日升月恆 這個案子比較特別 因為它是有投資客去炒作 它的價格是高於市場價格 那六年前的房子總是合理 好 第二件事 麻煩你看在哪裡 信義區 對不對 而且它是在什麼地方 它其實在永吉巷弄 所以它出入後很方便 又很安靜 叫鬧鐘取靜 離繁華之距不遠住 打開門又是小橋流水 你說好不好 好 所以叫做商隱 對不對 又是商 又可以隱匿 是 多好 而且你看建築的狀況 抱歉 這個案子至少損失1900萬 賣出去人損失1900萬 它是1.24億買進的 賣出是1.05億元 這都是實價登錄可以找得到的 對 實價登錄 那時候實價登錄已經有了 所以這房子一口氣1900萬 1900萬有什麼概念 你去大海社區 你大概可以買2000房 好了 那你說這一波殺戮戰場 只有在信義計畫區 來 你知道這樣講到台北 其實信義計畫區不重要 講到台北首推大安區 有沒有同意 因為我們之前看大安區房子 一看眼淚都快流出來 你知道那時候 房價在跌的時候 它就是沒跌 它是撐在那個地方 但是現在也撐不住了 這個名字叫做保護久野 它的位置很特別 它在什麼特別的地方 它就在我們行政長官的對面 行政院長官官邸的對面 那是個五樓的房子 而且它這房子非常特別 不只五樓 這個對面五樓的交易 第五樓的交易 對 第五樓交易 它賣出去價格是 它買進是2011年 2011年其實價格算是合理的 那時候豪宅價格才剛剛漲 2011年才剛剛漲 2012年就是奢侈稅 所以2011年價格其實還可以 結果當時它是以相對便宜價格 是1.28億 理論上這價格現在應該要更貴 結果沒有想到 它賣出去的價格只有1.1億元 我先描述一下 這1842萬的虧錢 其實真的讓人家覺得 舌頭都吐出來了 那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它的地點是在精華國中 還有精華國小 精華中的精華就是我們說的 這是所謂的學區的地方 它還有新生國小學區 而且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它又在大安森林旁邊 但是重點是在旁邊不是看到 看到了就可能就撐得住 好了 對不起 這一虧就虧了1842萬 剛剛我們談的是豪宅 賠壽的這個問題 但是台中前幾天標了一個房子 這個房子是歷史老屋 結果標出來的價格 居然比當地的行情還要來得高 到底打的是什麼算盤呢 馬上回來 馬上回來 兩間很遠 拉近 觸心 兩間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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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